快来 发现水蜈蚣了 哇 这就是水蜈蚣啊 想跑到这个石子下面去了 注意它这个夹齿啊 不要被它夹到啊 小心一点 我们也叫它夹夹虫啊 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一道美食啊 这东西长得这么丑 能吃吗 当然可以啊 这可是水中纹身啊 很多地方都被吃绝肿了 现在有很多人还养着这些 有一条啊 你看看 看着了 我看它钻进来的 酥成一团了 嗯 你注意啊 一定要摸入这个地方啊 要是被它夹一口 它很痛的啊 嗯 听网友说这个只5块一条呢 你把那个叫网友都叫出来 我要抓到它破产 别吹牛 看你能抓几条 你看这里一发现了 在哪里 你肯定看不到 看着它的嘴巴 你看到吗 说进去了 看到吗 这个蛮大的 还有个大多 你看啊 看到吗 看下这个石子下面好像有鱼 注意看啊 你这么远都看到了 我看它钻进来的 我扳看看 你能不能拍得到啊 来 看到吗 到这里了 这是什么鱼啊 叫做小鱼很难抓到的 嗯 还是抓水蜈蚣吧 哎呀 上货 就这几条还不够塞牙缝的 你要想效度高 方法很重要 必须要抽家伙 其实啊 这一片的石头下面都有水蜈蚣的 我们找一个水比较急的地方 把这个牢机放在这里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耙子 把这个石头翻起来 石头下面的水蜈蚣 它就用这个冲水 冲到那个牢机里面 我好像感觉有一些黑的已经进去了 肯定啊 我一开始搬那个石头 我就看到有一条进去了的 看一下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生产也很多啊 但是这个也 应该也有一二十条哦 那五块钱的的话 那不是花财了 五块钱一条不知道 但是五百克一斤应该是有 差不多了 我们还是去老家业工程师商门置检 安全透明看得见 价格合适 单面打钱 闲置数码 轻松变线 要我说 有不用的平板笔记本 摄影器材 都可以试试赚赚到商门回收 很多老爹说 我这个罩没有气又没有电 它是怎么起火的 其实这有一罐这种小瓦斯啊 脏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叫卡池炉啊 砸这个水蜈蚣 需要先处理一下 把它的夹子弄掉 像拔虾线一样 把这个黑色的拔出来 处理好的就是这样子的 起锅烧油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 最口醋的烹饪方式 开小火给它炸至两面金黄 老远就闻到这个味了 太香了 这个也不能浪费了 我们来做一个炸弹啊 出火了 哇塞 这真的把鼻子都香歪了 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香味了 哇嘎嘣脆 再来一个新鲜的吃法 怎么新鲜 用这个蛋卷把它包起来 再搞一个香菜 蛋包水无功啊 OK 两口给它干完掉 你只要给我留点 我以为你不敢吃啊 你都吃完了我吃什么 那儿了 这水留给你了 好